作词&字幕终于 作曲&字幕终于 作曲&字幕终于 我特别喜欢这个城市的原因也是因为我在这个城市里面看到很多跟我一样的女生 我觉得在这个城市里面我们有更强的发展的空间 所以我希望透过我的品牌也可以传达这样子的信念 就是每一个温柔优雅跟柔软的女生的外表下 其实都有一颗很坚强 而且很自信的一个心 我是翁雨婷 我来自台湾台北 我2010年来到上海 目前已经有11年的时间 那我从事的是服饰产业 当时到上海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就爱上这个城市 不管是路上的人 街边的店 城市的氛围 我马上就觉得 这个是属于我的城市 它整个多元化的这种服装风格跟氛围 都充斥在这个城市 所以即便是快时尚的品牌 它都会有不同面貌的风格 这个是我觉得很有吸引力的部分 创业这件事情还是需要一股热忱 当时一个人来到上海的时候 其实我什么都没有经验 我也没有足够的资源 然后我也没有来过大陆 但是我还是过来创业 那其实就是因为我有这个勇气 跨出这一步 才会有现在这样子的结果 对要不然想太多就做不了事情 所以前面半年其实是蛮辛苦的 上货 自己贴标 自己整理服装 自己卖 就是靠自己 大概一年左右 我开始就是步入一个比较正常的轨道 在2010到2015的阶段 电商发展得非常的快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开始做自己的独立品牌 其实我当时做这样子的决定 我也经历过一波 就是比较大的变动 有些客户他就流失掉了 其实在定制这个层次里面 我一直觉得上海充斥的非常非常多 这样子的高品质高追求的客户群体 是需要有更好的产品来提供给他们 所以我还是觉得当时选择是对的 平常除了工作跟就是服装之外 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就是运动 那因为运动 我觉得是每个女生都非常非常需要的 当然除了只是表面的保持自己的身材的体态 跟就是曲线之外 最重要就是你的精神状态 其实非常重要 然后也在运动的过程中 会去思考很多工作中的问题 我也很庆幸当时在 上海坚持下来了 那尤其在这两年虽然是疫情期间 但是线上的一些业务 我现在这个产业开展出更多的方向 所以如果当时我选择回到台北的话 可能就不一定会有现在品牌这些成长